一人胡杏儿9月27日现身香港金钟出席品牌活动 同场嘉宾还有她的两个好姐妹黄志文跟胡贝卫 三人都以粉色的服装亮相十分搭调 而胡杏儿更是真空上阵相当的性感 不是啊还好啦没有没有很性感这个很很普通 另外最近看到胡杏儿则带着儿子baby Lee去了老公的公司探班 胡杏儿更化身员工帮忙接听电话 看上去蛮像一个ol族的 而坐在他身边的儿子也是可爱到爆 啊是是是就是刚好 我老公要上班然后他让我上去 就是跟他的员工打个招呼 因为他们都很喜欢宝宝嘛对啊所以就也想去一下 那下个月就是小baby Lee的一岁生日了 不知道胡杏儿会不会和老公一起帮孩子举行个盛大的生日派对庆祝一下呢 其实就是会搞一个party 但是也不是说要弄得很很大型 就是找一个地方因为希望可以跟朋友们一起见面 或者是见一下朋友们的孩子这样子 因为很多可能这些叔叔阿姨希望见到他之前都没有机会嘛 所以如果搞一个party正好一起庆祝然后一起见面这样子 那是班都一开吗 有活动完在火山 呀我跟他们的杰斯好吗 不知道啊你知道他们都很忙 现在有好像两三个都不在香港 今天就跟他们一起能够出席一个活动也非常难得 对也很开心 反正到时候看他们有没有时间吧 因为他们都非常忙 就是如果要拍电视剧的话就看看他们能不能来吧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 那就是打电视剧 想变成色 arrangement 靠 六 我 在